媳妇你这是干啥呢 这是个傻呀 一个大饼啊 蒸饼 蒸饼 这是啥 咱妈教我的发膏 发膏啊 一会儿开锅了 看看是什么样 还今天买的个好东西 浴黄膜 看看这浴黄膜多粗 我跟你讲 它价就是少了 要多我都买点包饺子了 浴黄膜 这个东西包饺子最好了 你看看这种 这是人工养殖的 还挺漂亮的 过段时间就该长了 看这浴黄膜 真漂亮啊 还好闻呢 你闻闻 过段时间去采野生的 一二 先锅了 哎呦我的天呐 这蒸出来以后还挺好看的 你看 可以可以 天儿还说不会做呢 这就学会了 哦 媳妇我总觉得我在家对位 好像明显增加了呢 我怎么想吃啥 你给我整啥呢 这不是成年看你上山吗 尝一口啊 又暖又 又软 又有弹性 还挺 嗯 还挺 然后昨天我说想吃那个皮肉 皮蛋豆腐 今天就弄了啊 然后现在咱们做那个 幼黄膜汤 一会儿再吃 蘑菇汤也好了啊 其实蘑菇汤做完以后 这个蘑菇不好吃 这汤好喝呀 是真鲜的呀 我媳妇现在厨艺越来越厉害了啊 现在天天在家研究的起 以前啥都不会整 挑一个这个多的呀 吃 吃口花糕 酸不酸 你捏一下 这汤真棒 捏一下 你你做的还能有 还能有不好的吗 虽然说第一次做 我真是第一次做发糕 挺好的 挺好 咋学的 就咱妈告诉我了 我就会了 面霍软一点 不过这个汤是真鲜 好那你多喝点 看这大门 这新鲜蘑菇就是好吃 要是这是野生就好了 当然野生 野生的有虫子呀 对 又黄毛 这个但是这是 小的它都有虫子 还得适合它的糖 好吃吗姑娘 它好喝 它好喝 看这个发糕 蒸的特别的软特别的好吃 嗯 然后再配上这个汤 新鲜蘑菇就是就是鲜 这个发糕怎么这么沾肚子呢 它是不是到肚子里边就泡发了 啥放到肚子里头都泡发呀 我怎么感觉这个我有点吃不动的 吃这几个我就饱了呢 大呗 我刚出锅的时候我吃一个 然后 我供应的又吃一个 大家吃一个三个 这三个半 我说为什么呢 费劲呢 三个半了 它下面吃不出来 老板是这个汤 你喝几碗汤了 一碗碗汤了 这就吃到它是真本事 嗯 对 一出门吃 哎呀 撑死我了 今天第一天吃饭感觉到沉啊 哈哈哈哈 这怎么这个发糕怎么这么牛啊 油吃它还行 你看我这个肚子 哈哈哈哈 油吃它省粮食啊 咱俩处理溜的一圈啊 不容了今天吃的有点太沉了 那走吧 走了走了走了 走咱上虎铃溜一圈 上虎铃溜一圈 拜拜各位 我得出去断来断来了 不行了 要不接完 我尬了吧 要炸 王炸 拜拜